玉世名言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武界 昔为东土环中客 今作菩提会上人 首把阳之临净土 徇思往事事前身 话说昔日唐太祖 姓李明渊 成随天下 建都陕西长安 法令一新 仗着赐子市民 扫清七十二处狼烟 收服一十八处蛮洞 改号武德 建文学馆 已言一十八学士 早灵烟阁 已会二十三功臣 向魏征 杜儒惠 房玄陵等辈已治天下 贞观 治平 开源 这几个年号都是治事 只因玄宗末年 宠任奸臣 李林甫 卢启 杨国忠等 以照安禄山之乱 后来虽然平定 外有藩镇专制 内有宦官弄权 君子退小人尽 中堂之势 不得太平 且说 洛阳有一人 姓李明远 自自成 乃宝学之事 腹中寄送五车书 胸内包藏千古史 因见朝政颠倒 退居不适 与本处惠林寺守僧 原则为有 交友甚密 则亦失明便落 德性满野 乃素是古佛 一时豪杰 皆静慕之 梅雨缘 游山玩水 调故寻忧 赏月银风 以请浅性 师父闻词 山川带便 忽一日 相约同舟往渠堂三峡 有天开图画寺 原带一仆人 则携一弟子 共四人发舟 不伴月间至三峡 周伯渝暗 镇衣而起 忽见一妇人 年约三巡 外服旧衣 内穿锦当 身怀六甲 背负瓦英而即清泉 原则一见 悄然不悦 只为李元曰 此孕妇乃某脱身之所也 明早无极西行矣 原恶然曰 无师此言 是何所逐也 原则曰 无今缘济 自有相别言语 四人乃入寺 老僧皆入 查毙 原则背道所由 众皆经意 则乃香汤沐浴 吩咐弟子已毙 乃与缘诀别 说道 则进姓声四巡 与君交由慎密 仅大县到来 只得分别 后三日 祈祷一家相访 乃某脱身之所 三日育儿 以一孝为宴 此晚无一足矣 再后十二年 到杭州天竺寺相见 乃取执笔 作慈氏颂曰 四十年来体姓空 多于十九乐心胸 今朝别阙故人去 日后相逢下竹风 亦 换身赴入红尘内 赢得君家再与逢 祭壁 家夫而化 本寺僧众聚一刊 送入后山盐中 请本寺岳风长老下火 僧众诵经已毙 岳风坐在轿上 手指火把打个问讯 念云 三教从来本一宗 无师全聚得灵通 今朝绝话归西去 且听山僧道本风 功为元祭 元泽禅师 唐头大和尚至 绝灵曰 唯灵生于河南 长在洛阳 自入空门 心无挂碍 久吞江海 湿气鬼神 为似完山寻水 不厌粗衣离食 矫志气之礼源 由渠堂之三侠 因见孕妇而复应 乃思脱身而更出 在世杭州相见 重会今日娇气 如今送入离宫 听取山僧止蜜 多 三生共会下竹风 歌红颈盼寻宗祭 宋碧 涂皮之刺 见火中一道青烟直透云端 烟中显出原则全身本相 合掌向空而去 少烟 涉立如雨 众僧收骨入塔 礼源不生悲怆 守僧刘源在寺贤柱数日 至第三日 缘乃至寺前 访于居民 去四不办理 由一人家姓张 已于三日前生一子 金正三昭 再加育儿 云乃恳求一见 其人不许 缘告以始末 会以金箔 乃令缘至中堂 妇人抱子正欲 小儿见缘 果然一笑 缘大喜而返 世晚 小儿果足 缘乃别长老 回家不提 日往月来 星已陡患 不觉又十载有余 十堂十六帝西宗 潜伏三年 皇朝作乱 天下骚动 万幸流离 君王姓蜀 民社公事 西遭兵火 衣无所存 姓卓晋王李克用 兴兵灭朝 西宗龙归旧都 天下烧定 道路是通 远因祸止 来自浙江路杭州地方 当时清明 正是良辰美景 西湖北山 游人如矣 原思十二年前 原则所言 夏天竹相会 乃信不随众而行 见两山家川 清流可爱 赏心不倦 不觉行入夏竹寺西郎 看歌红炼丹景 转入寺后 见一大石灵溪 全流期盼 原心大喜 少作片时 忽闻隔川歌声 原见一木桶 年约十二三岁 身其牛背 隔水高歌 远心意之 侧耳听其歌云 三生时尚旧惊魂 赏月银风不要轮 惭愧情人 远相访 此身虽意 幸长存 又云 身前身后势茫茫 欲化当时孔断肠 五月山川 游已变 却寻烟罩上渠堂 隔壁 只见小童远远地看着李源 拍手大笑 拍手大笑 远惊异之 即欲过川香问 而不可得 遥望木桶 渡柳川林 不知去向 李源不声惆怅 坐于时上久之 问于僧人 答道 此乃葛志川石也 远深详其师 乃十二年原则之语 并月封下获文迹 至此在下竹相会 恰好正是三生 访问小儿住处 并言无有 圆心样样而返 后人 因乎圆所作 葛志川之时 为三生时 至今古迹犹存 后来 瞿踪及有诗云 清波下应自当先 谢后相逢狭口传 身后身前多少事 三生时上说因缘 王元汉又有诗云 处世分明一梦魂 身前身后熟能伦 夕阳山下三生时 宜得荒唐济尚存 这段话文叫做三生相会 如今再说个两世相逢的故事 乃是明悟禅师赶武界 又说是佛印长老杜东坡 话说大宋英宗至平年间 去那浙江路宁海军前堂门外 南山静祠孝光禅寺 乃明山古叉 本寺有两个德道高僧 是师兄师弟 一个换作武界禅师 一个换作明悟禅师 这五界禅师 年三十一岁 形容古怪 左边古一幕 身不满无耻 本怪西京洛阳人 字又聪明 举笔成文 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账成出家 禅宗世教如法了得 参禅仿道 俗姓金 法明五界 且问何谓之五界 第一界者不杀生命 第二界者不偷盗财物 第三界者不听银声美色 第四界者不饮酒如昏 第五界者不妄言造语 此谓之五界 忽日云游至本寺 访大行禅师 禅师见五界佛法小德 留在寺中 做了上色徒弟 不数年 大行禅师原济 本寺僧众 立他做住持 每日打坐参禅 那第二个换作名物禅师 年二十九岁 生得头元耳大 面阔口方 眉清目秀 风采精神 身长七尺 貌泪罗汉 本贯河南太原府人士 俗姓王 自幼聪明 比走龙蛇 参禅访道 出家在本处沙陀寺 法名名物 后一云游至海宁军 到静慈寺来访五界禅师 禅师见他聪明了得 就留于本寺做师弟 二人如一母所生 且是好 但遇着说法 二人同生法座 讲说佛教 不在话下 忽一日 东近春出 天道严寒 阴云作雪 下了两日 第三日 雪祭天晴 五界禅师清早在方丈禅椅上坐 耳内远远地听得 小孩提哭声 当时便叫身边一个知心腹的道人 换作清衣 吩咐道 你可去山门外各处看 有甚事来与我说 清衣道 长老 落了两日雪 今日方晴 料无甚事 长老道 你可快去看得来回话 清衣推脱不过 只得走到山门边 那时天未明 山门也不曾开 叫门宫开了山门 清衣打一看时 吃了一惊 道 善哉 善哉 正所谓 日日行方便 时时发道心 但行平等事 不用问前程 当时 清衣 当时 清衣 建山门外松树根雪地上 一块破席 放一个小孩在那里 口里道 苦哉 苦哉 圣人家将这个孩儿丢在此间 不是冻死便是饿死 走向前仔细一看 却是五六个月一个女儿 将一个破纳头包着 怀内揣着个纸条 上写《生年月日时辰》 清衣口里不说 心下思量 古人有云 九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连忙走回方丈 禀赴长老道 不知圣人家 将个五七月女孩儿 破衣包着 撇在山门外松树根头 这等寒天 有无人来往 怎得做个方便 救他则个 长老道 善哉 善哉 清衣 难得你善心 你如今报了回房 早晚把些粥饭与他 喂养长大 拔与人家 救他性命 胜作出家人